这个世界上有两种逻辑 一个是正常的逻辑 一个是中国式逻辑 如果你遇到中国式逻辑 就自求多福吧 中国式逻辑有这几个表现 第一 只看态度不看事实 这个相信大家都有相应的经历 你可能也是这样的人 所以很好理解 第二个就是只看立场 不看是非 就是只要是自家人 只要和我关系好 不管他说了什么 不管他做了什么 都是对的 因为已经预设了立场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而如果是自己讨厌和反对的人 他说啥都不对 他不是反对你的意见 而是反对你这个人 哪怕你跟他的意见是一致的 他也要从动机 态度 各个方面 想方设法找你的查 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征 就是他们不讲事实 不讲逻辑 更加不讲道理 所以你一定要记住 如果跟你对话的人 他纯熟地运用了中国式逻辑 那么你们的沟通 铁定是鸡同鸭讲 结果也一定会是一地鸡毛 最好的处理方式 就是立刻结束 千万不要试图说服对方 这种人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 一件事的是非对错 跟当事人他是什么身份 处于什么地位 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比如说你到饭店吃饭 这个菜好不好吃 评价的依据是这个菜本身而言的 而不是要看厨子长相 是不是讨你喜欢 所以如果你遇到杠精 你要学会认输 如果你遇到中国式杠精 那就自求多福吧